HELLO大家好,我是Channel 大家都知道了 知名的神魂早餐場海立坊 疫情時生意亦不差 一個月殺數成一億 不過相信現在開了關 又開香港船 相信殺數會更高 看看海立坊 其實在09年12月中開幕 是奧魚綜合直營場 位於外港碼頭對面 一下船出閘 就可以見到海立坊近在眼前 海立坊的外場 由不規則的氣枕膜結構相陷而成 你別說他好像抄北京水立坊 因為那時是剛剛北京奧運 但晚上的時候 紅黃藍綠紫色 閃閃閃的外場 鮮艷奪木也挺吸精的 原來內部裝修是由知名的建築設計師 Paul Stilman負責設計 內部顏色主要是浩藍色 配以溫暖的紅色、橙色和綠色 被人置身海洋的感覺 我就不太覺得 可能現在真是舊了不多角 他是唯一連接著客運碼頭的娛樂場 之間還有天橋連接 很方便的 出關閘也很快 那你會說 魚人碼頭禮公也有 天橋一下去 轉左就是好像更近 不過可能真的跟風水有關 又或者大家的客路不同 禮公始終人不算太多 從風水上 當年開幕的時候 蘇樹輝博士支持的時候 說水不單是能量的泉源 說在中國傳統水為財 水亦象徵財富和好運 他說正所謂近水流台才得月 海立方獨佔地利 說會為澳門帶來源源不絕的財富 為各界來賓帶來源源不絕的好運 說大家玩得就手 自然就得心應手 財源滾滾來 真是會說話 亦應驗了他當年支持所說 名字老套一點 樣子老套一點 不要緊 重點帶來好運 賭場和賭客也得心應手 這才重要 澳門海立方沒有豪華酒店套房 純粹是一個由舊伯伯改裝成的大賭場 有三層 佔地三萬二千多平方米 有二百多張賭台和五百多張國子老虎機 有幾多種遊戲 包括白家洛、三宮、白家洛、色寶夜、一點、加勒比聯長、伯克、輪盤、翻攤、賭場、戰熱和魚蝦蟹 有些懷舊的遊戲怪不得吸引了不少資深的賭神 之前也報導過駐馬通常1至300 所以吸引了不少香港基層賭神來玩玩 玩回香港又方便 看看有沒有數據 看看2月實數會不會大幅上升 如果大幅上升可以補上蒲驚的數字 好 這一集先看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數片尾截圖二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 1-4集 1-4集 1-5集 1-5集 1-2集 1-6集